好 之前明月四起买不到快筛试剂 那么石药署日前有公布企业可以专案买快筛 但是网站公告无预警的被撤除 导致明月又在发生 很需要快筛让大家可以安心上班的环境 就感叹政府难道是要逼大家用走私的方式吗 甚至也质疑说为何买的试剂 一定要符合卫福部发的EUA才能买呢 对此石药署特别回应 只是为了针对修正细节才特别撤下 之后重新上架 疫情持续升温 不少企业要求员工快筛后才能上班 十二十五月十一号公布企业申请员工 自用专案输入家用快筛试剂 不过点一下连结却发现已经找不到网页 根据平面媒体报导企业员工 陈先生要申请发现公告突然消失 抱怨根本难以应付新制零加期 另外有五千人员工的规模企业代表陈小姐 准备申请也发现公告已下架 这点石药署得到申请流程 有问题下架的回复 陈小姐哀怨表示 希望有路让大家走 不要逼大家走私 目前通过石药署EUA审核的家用快筛 共有二十七个 也有企业代表认为石药署 不应该限制取得EUA厂牌 因放宽试剂厂牌 毕竟现在国内疫情警报 尚未解除企业想获得快筛 绿色通道却无预警关闭 取得困难重重 只希望中央赶快修订重新上架 避免大大影响工作和生活 记者综合报道 桃园76岁无姓妇人 就在昨天晚间快筛 发现是阳性反应 家属立刻拿出造成这个疯抢的NAC服下 而病情是未见缓和 反而是越来越剧烈 甚至还昏倒了 虽然送医急救 但还是回天乏术 所以提醒大家要不要乱吃 该送医就送医 继续我们来关注的是战疫情升温 昨天去年人数突破八万五千多例 今天突破九万例了 而这个在很多社区当中 有一些黑数产生 中研院的生医所兼任 研究员何美香 他以三个台北人的故事为例 自我落实隔离 不占用医疗资源的好的黑数 这个说法 引发了非常极大不同的看法 我们期待这波疫情以来 看到多少人 过去道貌岸然 过去高高在上 结果全部都是干话王 李斌你就不用讲 根本懒得评论他 何美香也是 何美香在今年三月的时候 讲说什么 小朋友不用打疫苗 打什么疫苗 不用 真的不用 然后接着政府说 要开放莫德纳 要打给小朋友打的时候 在开放莫德纳 给小朋友打之前 他说什么 他说小朋友的疫苗 最重要的不是防护力 是安全性 我们打那么强的疫苗 干什么 安全性最重要 小朋友染疫的几率是多少 重症几率是多少 重要是不要打疫苗 然后造成不良反应 安全性最重要 结果政府因为没有BMT 儿童疫苗 所以开放了莫德纳半计之后 他又改口了 他又改口了 BMT那个儿童疫苗 没有什么用 保护力很低 莫德纳才是有用的 那安全性呢 安全性是什么 安全性又不重要了吗 所以他就是一路 一路在跟着政府的政策 民进党的政策 然后这个政策 心里明明有错 但是他就会跟着这个政策 这样改变他的说辞 自己把自己的脸打得稀巴烂了 然后还像若无其事的 我们已经在跟疫情战斗了两年 每个人都知道说 怎么样应对疫情 像我们这种 我们家里没小孩 我也没有跟父母同住 所以我可以用这种方式应对 我自己就会做这件事情了 你就不要在那边满口干话 什么好的黑素 然后说什么感染之后 是一种祝福 这真的是一种你知道 你就已经没把事情做好 你还要在嘴皮子上面 在那边讲个五四三的 这只会让人家更加唾弃而已 目前全国的灾情最严重的地方 就是在新北了 已经累积33万人染疫 而增加预估5月21号的新北 可能也会再达到高峰 之后就有机会再往下降 而面对现在庞大的确认数字 侯友宜再度杠上了中央 希望赶快放宽快筛阳 视同确诊 或者是立刻给特效药 才可以确保老百姓救命的黄金期 新北单日暴增 两万七千例确诊创新高 目前全国最严重的重灾区 新北染疫已经达到33万人 但有专家认为 面疼啦 预估5月21号就会达高峰 而当染疫达40万人 曲线就会折弯下来 但面对庞大的确诊数 新北再喊话 要求中央赶快全面放宽 快筛阳视同确诊 也赶快给特效药 才能救百姓的命 侯友宜重炮抨击中央 明知道能做而不做 尤其新北快筛阳 确诊率破百分之九十七 呛中央别再拖 在第一天给药 跟你第五天给药 跟你一个礼拜以后给药 那身体的治疗状况 完全不一样 你为什么不做呢 当全国疫情严峻 总统院长却被质疑神医 侯友宜直接向蔡英文 和苏贞昌喊话 听听百姓的声音 侯友宜近期频频动怒 共中央 面对首当其冲的疫情还笑 不满迟迟等不到中央的解决方案 让百姓活在无助于恐惧当中 记者余盛行 陈一荣新北市报道 说好的中央地方团结抗议 但是现在变成双北市场怒杠中央 那么被民进党副秘书长林和民反抢 说一堆政治口水 侯友宜则是说打过无数次电话 却都没有获得解决方案 对此陈时中指挥官加入战局 强调地方首长有些意见 其实不可行 所有的首长也都常常 不管是卫生局长或县市长 有些也是会直接跟我联络 那所有联络的问题 我们都会仔细的聆听 然后立刻寻找一些解决的方案 那有一些是可行 那有一些是不可行 那至于在第一方条 我讲侯市长大概提出来 比较多的问题 但我觉得最早在最近 这段时间那时候他们就表达新北市的案例 就越来越多 那时候我们在规划居家照护 他们就希望能够尽快的能够来开始事办 所以大家也记得他那时候跟我讲 那在礼拜五礼拜六 那所以这个反应大概不到一个礼拜 大概我们就就及时的反应了 然后第二个在反应相关的 他们希望做零加期 那零加期这个政策 我那时候跟他们讲过 大概就是前面完全如果都完全不居隔 都完全都不居隔 那恐怕我们就知道说 他还是有一个至少在一个中位数的 一个三天的潜伏期 那如果说全部都不居隔 那三天的潜伏期 那恐怕会让病人变得更多 那甚至于在上个礼拜 新北市还是有提出这个意见 那我还是跟他报告我们先做打完三剂 疫苗的一个 有点像是零加期的胃的那个样的一个意思 但要全部要做零加期 他们讲可能我们在后端的确诊 当然压力很大 但如果前端我们没有做一些管制的话 那反而后端的压力会更大 当然这看法都见仁见智 那我们在中央里面 你不能说我们就对地方的意见都不重视 那我想有时候的讲法有时候也怪 就是中央接受的意见 变成我们跟着地方走 那中央没有接受地方意见 变成我们不理地方 其实这样的讲法都不是公允的 地方有提出相对的意见 那我们可以考量全国的一些情形 然后跟大家做讨论 好来看到全台退诊病患突破90万 甚至19号创下死亡人数59人 也是新高 医护人员的这个吃紧的程度 实在越来越严重 导致医护比也是不断的在往上攀升 而护理师工会陈玉凤理事长 就批评指挥中心开方便之门 让护病比大增 专责病房之前是1比5 现在变成1比7 有的时候是1比12 超过负荷 他说根据国外的医学期刊推断 这样子会让病患的死亡率大大提升 确诊病人阶级上升 然后到今天我们可以看到 已经突破90万 那90万你想想看 这么高的一个确诊人数 相对的住院的这些病人 也相对是很多的一个情况 其实我们急诊的这个 护理人员也表示 他们的护病比是无限大的一个增加 除了原来的 还有这一些确诊的病人 他们是无限增加的 然后呢 其他的病房也是增加 尤其是专责病房 尤其之前是说 1比5的情况 现在呢都变成到 1比7比8 甚至1比10或12的一个情况底下 让他们整个的这个工作呢 都是超过他们的 超过他们的负荷量 所以对他们来讲呢 其实是压力很重 就是我们的指挥中心非常糟糕的 帮我们这一些的医院雇主 大开方便之门 然后导致我们现在呢 护理人员的 不只是护病比被增加 然后我们现在工作量 沉重的一个情况 都在发生当中 我们讲先讲这个事情 我们先来讲 我们喜盛室呢 原本把定是1比4的 这样的一个比数 他把它提升到1比6 他直接在5月5号 一直公文呢 就把喜盛室把定1比4呢 提升到1比6 这样的一个 呃 人数 然后告诉我们 110年的 这个6月30号为止 然后讲很好听 说是叫做要维持医疗量 现在都用这样子的 这个话数来骗 民众跟不知情的病人 这样子其实呢 我们也去调查过了 这个他们喜盛医学会的 里面的一个文献 只要护理人员呢 服务超过6件以上呢 就会增加10%的致死率 那请问一下 所以他们有规定的 这个照顾比例 那为什么会这样的提升 没有问过我们这些 基层的相关的工会 他们就自己决定 这样的一个提升 这里帮您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与病毒细菌作用 打架完之后呢 就变成了水 温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呢 更环保 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 请赶快上快点购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 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喔